歡迎回到新聞大追集的節目現場 在今天節目當中不斷的提醒大家 就是家裡面的寵物 可能要趕快帶去打預防性的一個疫苗 但是教授他有一個擔憂 這一次流行是從野外流行回來 那這些野外動物抓也抓不完 打疫苗當然也打也打不完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擔憂呢 對 因為目前對於這個野外的動物 還有我們抓不到的這些流浪動物 是最大的這個缺口 那目前唯一可以採行的就是口服的疫苗 那麼這些口服的疫苗是這個基因重組的疫苗 它本身不是不帶有狂犬病毒的毒性 但是它可以讓這個動物在吃了以後 產生抵抗力 那這個是目前唯一有機會 會把這個免疫力送到這個野外的環境 讓這些流浪的動物 無論是狗或貓 還有幼歡 還有其他的小型肉食類的野生動物 得到免疫的機會 那這樣就有機會把疫情稍微冷卻下來 控制下來或者防堵下來 那總之不能夠像現在這樣 對於野生或抓不到的動物什麼都不做 這樣的風險會持續的在台灣的野外存在 是 那所以剛剛教授提到可能是針對動物方面 那譬如說在人方面這樣的一個防治作業 可能還需要最後提醒大家的是哪幾個方面 是 其實台灣已經很久沒有人類狂犬病的疫情了 但今天發生了動物狂犬病的疫情 我們還是要提高警覺 所以我在這邊要呼籲各位民眾的是 在這段時間最好盡量不要跟野生動物有觸碰跟鬥弄的一個動作 然後也不要主動去減食生病的野生動物以及屍體 那如果你真的被不幸被這些野生動物咬傷的時候 請記住第一個要保持冷靜 記得這個動物長什麼樣子 然後還要處理傷口 那我們強調的是一定要用大量的清水以及肥皂 來沖啟傷口至少15分鐘 並且用優點或是酒精來消毒 第三個就是要趕快到醫院去 來評估是不是要接種疫苗 然後如果你有辦法的話 這個咬人的動物如果它並沒有跑得很遠 你可以觀察它的話 可以觀察它10天 如果它10天內都沒有發病 其實你就可以放心 這隻狗不是狂犬病的狗 但是你也不要主動去捕捉 那你如果不幸被動物咬傷 你要去救醫要去哪裡救醫呢 那我們現在在全國有28家的疫苗儲備醫院 各縣市都有 那在短期之內我們會擴充一倍 每個縣市都會有兩家以上的施打點 那如果您不了解要在哪裡來施打的話 您可以打我們的防疫專線1922 那我們1922的客服人員就會告訴您 最近的一個施打點 那這是人打疫苗的地方 那寵物打疫苗的地方也是一樣嗎 還是在哪邊打這個寵物疫苗 寵物打疫苗主要在各縣市的動物醫院 動物醫院和防治所 那最後要請教瑞琳 因為最近大家也不斷一直看到說 疫情今年7月份爆發出來的時候 那政府到底在做什麼呢 那之前也有傳出來消息說 當時其實你也有接到這樣的照片 農委會的高官跑到對岸去喝酒玩樂去了 那大家就會覺得說那政府到底在做什麼 那您認為現在疫情都已經爆發成這樣 剛剛教授也講 可能這不是一兩年內可以解決的問題 那政府現在到底要怎麼做呢 因為其實現在政府讓我們的感覺是 他們並沒有把它視為作戰 我們防疫功能其實還沒有啟動 所以現在大家只是有那種安撫的那種作用而已 那就像教授講的 其實像我們這種山區這種野生動物 其實掃不完疫苗再多 我們也打不完 為什麼它會再繁殖 那請民眾再預防 那如何預防疫苗還是不夠 我們還是認識狂犬病 對狂犬病認知還是不夠 因為包括第一線醫療人員 也還沒有更多的教育經驗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就是說政府應該把它視為 這是很嚴重的疾病了 而且你只要被咬到 你只要被咬到狂犬病 傳染到病毒 你一定百分之百死亡 這個大家一定要有這個觀念 不是說像以前我狗咬到 我可能破雙風打一打就沒事了 割到打一打破雙風也沒事 因為這是正常的狗 它不是狂犬病的狗 它是有病毒的狗 我要跟大家強調這一點 而且它現在已經慢慢從山區到都市 你都會看得到 也許有一天它在你面前 你不要告訴我說 這個好可愛 沒有看過 可是它衝過來咬你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當心 它真的有可能就是狂犬病病毒的一個誘環 因為現在目前這些誘環例子只有增 沒有減沒有發現嗎 每天的案例一直在增加當中 到目前為止已經增加到18例了 然後其中還有1例 就是等於19例 前數是最近的1例 等於有19例了 所以目前還沒有通報的 這是有通報的 沒有通報的還不知道有多少例 就像我講在核電廠 二廠那邊已經有3例 它沒有通報 那這個在金山地區的 那沒有通報還有多少呢 所以政府這些現在真的是要把它 打視為作戰 因為民眾很恐慌 只是不曉得怎麼去說而已 我們醫療資源也真的是 目前要打的地方也不夠多 要問護理人員他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教育一定要徹底做好 對 就像瑞銀剛剛不斷提醒大家 雖然說政府機關一直提醒大家說 因為時空背景不一樣 所以這一次狂犬病大家不要恐慌 但是確實這個防疫是同作戰 還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家裡面有養狗 有養貓 趕快去打這個疫苗 萬一如果你不幸被狗 貓 或者其他動物咬傷 要趕快確認一下 它是不是有感染狂犬病 你要趕快去接種這樣的一個疫苗 而且不要隨意去觸碰野外的野生動物 甚至去減食牠們的屍體 才可以避免這50多年前 這樣的一個悲劇再度發生 也希望這一次台灣可以安然度過 狂犬病的風暴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來到節目當中 也感謝你的收看 下一星期請持續鎖定 新聞大追集 我們再會 請問一下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